4月24日,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马晓光就韩国瑜日前在美访问期间的相关言论回应称,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应该由家里人商量这般。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韩国瑜日前在美访问期间表示,台湾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指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广大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他同时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 共担民族大义,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继韩国瑜三月参访大陆后,4月18日至20日,宜兰县长林兹庙,台东县长饶庆林及花莲县的代表率团到上海参访交流, 举办旅游和农特产品推介活动,并与当地有关方面洽谈合作。 对此,马小光指出,台湾同胞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台湾县市长来大陆就是顺应了民众需求。 此外,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一帅团访问香港澳门,进入两地中联办。 有记者提及,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安排此行意在统战,消灭所谓的台湾主权。 马小光表示,宋楚瑜与港澳中联办负责人会面是正常交流。 民党当局进行歪曲污蔑,充分暴露起阻挠两岸及港澳交流合作,损害同胞利益扶持的图帽。 发布会上,多位记者提及台湾近期一系列与大陆有关的消息,包括受邀访台的大陆旅美学者李毅日前遭台当局驱离出境。 台内政部门称,村里长赴大陆签订协议可被罚50万元新台币。 台陆委会严拟行政命令规范领取大陆居住证的台湾民众需主动申报。 台行政部门日前发布危害资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原则以针对大陆产品。 台行政当局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等。 马小光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限缩两岸同胞的交流和往来,压制呼吁两岸统一的声音,升高两岸对立,暴露了其谋取一党之私和谋求台独的真实面目。 民进党当局他们不愿意连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好,处于党之私,那么刚才我讲的,今天限制这个,明天处罚那个,处处在与台湾同胞的利益作对,处处在破坏台湾同胞的好事。 所以这样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能得逞的。 马小光称,民进党当局不择手段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这样做只会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葬送台湾的前途和未来。